不会以为只有女孩子会是恋爱脑变身王宝传挖野菜 No 如果男人恋爱脑的话 有可能连野菜都吃不上 今天这个投稿我听完之后我就整个 未来这一个月的笑料都是由这条投稿来完成 我有一个粉丝要离婚了 他非常非常的愤怒 因为他的老公爱上了一个风月场所的女人 然后这个投稿妹子就非常不服 我辛辛苦苦的跟你在一起啊 把家建设的这么好 你竟然为了一个这样的女人离开我离开儿子 你脑子在想什么 结果这个男的义正言辞的说出了 三点这个失足妇女的优点 把我这个投稿妹子彻底整无语了 这个男的说我遇见了爱情 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比这个妹子更单纯的人了 这个妹子单纯的证据一 他们俩初次见面的时候 这个妹子就跟他讲说 原本我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 然后我的家庭也很好 但是家到中落啊 我没有办法 为了生活我努力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来到这里做失足妇女 所以他觉得这个女的 真的是太优秀 太好了 第二 这个妹子不仅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而且对这个男的是用情非常非常的深 怎么深呢 这个男的连续了好几次 每一次都点这个妹子 结果有一次 他没有点这个妹子 这个妹子勃然大怒啊 抄起铁棍 就对这个男的就一顿狂炫 所以这个男就得出了结论 这个妹子真的很爱我 只要我不点她 她就会冒着法律的风险 来打我 用铁棍打我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三 这个妹子非常的勤俭持家 离了婚之后跟她在一起 家庭生活从此不用愁 她是如何勤俭持家的呢 这个妹子白天是有一个正当职业的 晚上骑着电瓶车 过来当十足妇女 所以这个男的得出了结论 这个妹子以后啊 跟她在一起生活不用愁 因为她非常的勤俭持家 哈哈哈哈 所以伯母在这里呢啊 代表我投稿的粉丝妹子 给这个男的和那个女人 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买到最好的那种电瓶车 一起在十足的路上继续前行 还有咧还没完咧 这个投稿妹子还跟我讲说 这个男的要跟她离婚 然后呢 就是要帮助这个十足妹子去负债 因为十足妹子的话呢 家庭有很沉重的重担 就是欠了几十万钱 然后这个男的要帮她 把这个生活的重担扛起来 唉 我衷心希望她能够扛起来啊 然后衷心希望他们两个人 能够在一起锁死 每天坐在电瓶车上享受人生 这不是对电瓶车有点很大的不敬吗 电瓶车做错了什么 要扛起这两个人 最后呢 想普及一点法律指使啊 就是这个 家道中落 然后骑着电瓶车 顽强的扛起生活重担的 敢爱敢恨的女子 她从事的职业 是非法的 男版王宝川啊 你们的爱情 没有被中国法律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